大家好 今天来带大家一块看一下面向之中的笔像系列之十二 也是指这种四种不同的笔像 分别代表不同的含义 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种 孤峰独损的这种面向 将这个案例和这个案例啊都是属于这种孤峰独损的这种 面向 他是指一个人鼻子比较大比较高但是 整个面部相来说比较小而且颧骨比较平子啊 这种就叫做孤峰独损 他主其人五指示或者是一指多女啊 一般在面向中鼻子代表我们自己 颧骨则代表 同事朋友贵人之类的 这种孤峰独损的这种面向 一般人际关系比较差一下他 多以自我为中心啊 总觉得自己是属于这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有意无意啊总喜欢贬低别人而且 其人的虚荣心相对比较强 比较好大喜功 少有贵人相助 而且其人的事业上容易有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特征 如果再加上两眼不秀利者啊比如说 是这种三白眼或者三脚眼啊 则更为严重 一般这种孤峰独损的这种鼻项啊比较适合 做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种工作为好 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鼻子比较 直而 但是肉表薄而漏骨子啊 呃 这种就 如同这种 尖削如 见风一般 坦露在鼻梁之上啊 而且这种 准头无肉 鼻翼单薄 像 这边这个 案例啊就属于这种 比想看他的 整个鼻梁这边肉是比较少的 而且鼻翼是比较薄比较小而且上翘的啊 这个是水漏骨 鼻梁漏骨肉啊 所以这种情况啊 这种就主其人无论男女啊 行客 配偶之女 到了孤寒 而且这类人就是兄弟姐妹之间不亲近 一生忙碌奔波 而且 特别容易招惹小人 没什么朋友 呃 凡是具有这样 笔像的人啊 嗯 一定要注意修身养性 平常 多做善事 第三种情况 就是说 我们常说这种 鼻孔 呃 轩 上轩 外露啊 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啊 像这个案例就是啊 他这种就 主其人 呃的 配偶像来说 呃 长相肯定是其貌不一样啊 长相来说不是很好看 如果再加上 呃这个人 就是 眼斜啊 鼻嘴歪啊 这种情况主其人 配偶长相就更为 呃 宝看啊 这种 第四种情况 就是说 呃 鼻无异 但是准头高方者啊 这就位置所谓的借方笔 这种笔像啊 向来说比较少见啊 我没有遭到案例 就属于借方笔啊 他属于鼻子 呃没有鼻翼 但是他其实是鼻翼 特别宝特别小的这种情况啊 这也是主其人 无指示或者是 一指多女啊 因为鼻子啊 也为这种情欲公啊 借方笔的人这种情况就是说 呃 跟这种 鼻鼓如见己的其实有一定类似的那种情况啊 这是今天所介绍的面向之笔下系列12啊 也是指这种四种不同的这种笔下啊分别代表着含义 今天先讲解到这 就这样说了 就这样说了 这种笔像是遗残的